完成式之後看一下原理是不錯的 那我們就看一下 到底我們剛剛寫的程式 它的真正底層的運作原理是什麼 那這個東西應該是由柯老師來講 應該由柯P來講才對 那可是呢問題是 我既然講了這個不能等他講 等他講的話搞不好你們都忘光了 所以我自己來講 那到底剛剛那個所謂的HTTP運作協定 是長什麼樣 那先給各位分三個名詞 Network、Internet跟Web到底有什麼差別 在英文裡面 Network、Internet跟Web其實很清楚 但是在中文裡面 第一個叫網路 第二個叫網路 第三個叫網路 到底有什麼差別 那Network通常我們指是什麼 販指所有網路 區域網路也算網路 廣域網路也算網路 然後呢 Web我也說它是網路 無線網路我也說它是網路 Network 現在Internet到底是指什麼 你們上過網路概論嗎 一年級的有上過嗎 沒有 一年級的還沒有上過網路概論 那所以 我現在講完之後 科屁大概就不用講 那 Internet指的就是 建構在TCP IP 這個結構上面的網路 這個也正是我們現在全世界所謂的網路 TCP IP 網路就是 就是Internet OK 這樣清楚了 所謂Internet就是指 建構在TCP IP 這個協定以上的網路 OK 那你沒有連上TCP IP的 就不屬於Internet的部分 那Web是什麼 Web全名叫World Wide Web 但是通常也寫成Triple W W 那Web指的是指HTTP 這個架構底下的那個網路 也就是瀏覽器可以看到的那個網路 才叫Web 瀏覽器看不到的那個網路 就不叫Web 好 這樣清楚嗎 好 所以這三個名詞 請你一定要分清楚 因為這個東西 算是季概 特別是網路部分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好 Network 算是所有網路 Internet 是架構在TCP IP以上的那個網路 那 什麼叫TCP IP 大家一年級的同學知道嗎 不知道 TCP IP你看 剛剛我們不是打192.168 192.168.60.101 這個東西叫做IP 192.168.60.101 這種東西叫IP 192開頭的是內部IP 這個是一個class C C級的區網 好 但是呢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情 來 我再開一個 這邊已經有了 好 我把這個拿出來 我們PIN一下 不知道學校可不可以PIN 學校不能PIN 學校不提供PIN的功能 那我們PIN Yahoo 欸有 Yahoo可以PIN 你看 Yahoo可以PIN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現在去PIN Yahoo TW.yahoo.com 這個是一個網站 我通常也是打TW.yahoo.com 進去這個網站的 或者是我用Google搜尋搜尋到之後 它其實就是連到這裡 我就點進去 就到這個網站 問題是 這個東西叫URL 這個叫 就是 英文字母的這種網址 腦袋比較好記 其實對大家來講 搞不好 沒有差 因為 因為你還要會英文 對不對 它其實也有提供中文網址 只是沒人用而已 沒人用 中文網址 其實它就是為了讓外國人好記 不是為了讓我們好記 那所以呢 TW.yahoo.com 對外國人是比較好記的 對會英文的人來講 是比較好記的 但是呢 116.214.12.74 這個對 對 即使會英文的人來講 也是很難記的 你覺得哪一個好記 我覺得Yahoo還是比較好記的 這個還是比較難記的 但是 這個東西叫IP 比如說 整個 全世界的網路 其實現在都 建構在這種 所謂的IP的位置上面 當我打 116.214.12.74 的時候 其實就代表了Yahoo的 某一台主機 它不一定每一次傳回來 給你都一模一樣 不一定 有時候會不一樣 那 這時候 我如果今天 把這個東西打上去 照理講應該是可以運作的 Yahoo 我Be right back 因為它的更目錄資料夾不讓你看 那 對 它確實到了Yahoo 而且 這一個 它通常會 是其中一台伺服器 它會再幫你重新導向到 另外一台 因為Yahoo 全 全世界服務不可能只靠一台伺服器 它要一大堆伺服器 所以它會自動去轉職 這一台只是PIN出來的結果 最後 當你連繞它的時候 它會幫你 再轉到另外一台 好 那這等於是它的代表號 代表號 好 那同樣的 這個就是區域網的內容 區域網的位置 但是你這個 離開了學校就看不到了 離開這個學校就看不到了 在同樣這個學校裡面 你打IP應該是可以連 但是 離開了這個學校 你用你的手機去連 你又連不到這個東西 好 那所以 TCP IP 這部分是IP的 IP的部分 是網址的部分 有了這個網址之後 大家才可以互相連來連去 但是接下來 你要傳訊息的時候 我到底該怎麼傳 在這上面 還要有一層 那一層可以確定說 你傳的訊息呢 有到 而且 你傳的訊息是一個一個的封包 在這種 TCP IP 是一種分封網路 Packet Switch Network 那個 封包交換網路 在這種 封包交換網路裡面呢 所有的資料都變成 一小塊 一小塊 那你一個網頁 如果今天傳過去的時候 被拆成五塊 到時候 第三塊先到 第五塊 他到的順序可能是 35 124 那這時候會怎麼辦 你看到的就是 啊 先出現網路 網頁的中間部分 然後再出現最後 然後再出現開頭嗎 這是沒有辦法運作的 對不對 所以 他的做法 TCP的做法就是 他加了一層 會幫你自動重新安排封包 以正確的順序 取出來 不管誰先到 誰後到 最後 只要某個中間封包沒有到 你就還不能取他 而且呢 如果今天萬一沒有到 他還會重傳 OK 那他可以確保 你整個封包是完整的到 這個就叫TCP 那所謂的TCP IP 就是指這個東西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Internet Internet 好 接下來 有了Internet概念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看Web Web是1990年Tim Bernard Lee 所創造出來 他創造出全HTML UIL 跟全世界的第一個Web Server 所以 這個人被稱為Web支付 全球資訊網支付 或者是萬維網支付 因為中國用萬維網 還比較容易講 全球資訊網 真的不知道到底在講什麼 但是 我就用Web 就用Web 那Web上面的伺服器 就叫Web Server Web伺服器 那 這個 在我們這一個年代的人 其實都很清楚 我是大概在當兵回來之後 才開始接觸到這個東西 在我去當兵之前 我不知道什麼叫網路 在我當完兵之後 發現大家都在上網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從前寫程式 從來不知道這個東西 那 正好就是在我當兵的時期 這個東西大爆炸 變成全世界的人都在用 那所以我回來就得重學了 我記得 台大的校長李士誠說過一個他的故事 他說 他去當兵之前 就是 他們學的東西叫做計算尺 他們也有學電腦 但他學的東西叫計算尺 那個時候連電腦都還沒有 應該說 不是還沒有 而是台灣 至少個人不會有 那等到他當兵回來之後 已經有大型電腦了 於是他過去所擁有的計算尺 知識全部都沒有用 學了很辛苦沒有用 然後接下來就是進入了大型電腦時代 然後接下來又進入了個人電腦時代 現在又手機時代 那我當兵的時候剛好就是 就是從 我們還沒有接觸過網路 突然之間全世界都進入了網路這個領域 現在你上JavaScript也正是因為網路 不然不需要學JavaScript 這個語言也不會起來 為什麼它會起來 因為瀏覽器裡面只能用這個語言 好 那這個東西是怎麼出現的 是有了HTTP之後才出現 就是 加上HTML CSS之類的這些東西之後 才形成一個完整的 Web架構 再加上JavaScript就更完整 它可以動態 那所以Web的相關技術 它是架構在TCPIV之上 而且 它有一個協定叫做HTTP OK 那它是一個客戶端伺服端架構 就是Client Server架構 那它包含了一些特色 譬如說 它定義了HTML HTML裡面最大的特色就是有超連結 你可以點來點去 點來點去 就可以跑到另外一個網站或另外一個網址 那這些網址的建構就必須要建構在IP之上 你沒有IP你不可能有網址 OK 那所以它是建構在IP之上的 然後你要把URL轉換成 轉換成IP 要透過一個叫DNS的 Domain Name Server的伺服器 才可以轉換 那這個基礎建設都建設好了 所以 目前都有 剛剛我PIN的時候 其實 提供PIN的廠商就是把那個 網址轉換成IP了 那 Web的相關技術真的多得不得了 最重要的就是這幾個 HTTP HTML UIL CSS JavaScript 所以 你會了這個 基本上 就夠了 因為我們講的又是JavaScript 所以 你只要會這個 這一組 你會了JavaScript 就等於是會了Node 那就沒有差別 那 所以 我們現在所講的也就是這些 也就是這些 那 可是 HTTP到底是什麼 你打一個網址 為什麼我打CCC.N,QU,EDU,TW的時候 會跑到我的網站 而不會跑到亞護去 因為 瀏覽器 會把這個網址 根據這個網址 傳送一個風包 給伺服器 丟到網路上 透過路由器 透過一大堆的中間裝置 透過光纖網路 最後會達到那台伺服器上面 伺服器會傳回訊息給我 問題是 我到底傳了什麼訊息給他 瀏覽器到底傳了什麼訊息給他 伺服器到底傳回什麼訊息給我 瀏覽器 這中間需要幾個步驟 第一個 伺服器要接受瀏覽器傳來的網址 第二個 伺服器要取出相對檔案的內容 這不就是我們剛剛在做的嗎 Fileserver做的不就是這件事嗎 接受網址之後 看後面的路徑是什麼 取得Pathname 取得檔案 把檔案內容傳回給瀏覽器 剛剛那個程式做的就是這三步 沒錯吧 Fileserver做的就是這三步 只是他還多了一個判斷mime 判斷到底 表頭裡面的mime 要塞什麼樣的內容給他 好 那這個 所有的資訊必須要遵守固定的格式 這個格式就叫做HTTP協定 這個來回的訊息格式就叫HTTP協定 那HTTP協定到底長什麼樣 剛剛我看到有同學用那個封包抓取器 已經在抓我的封包了 對不對 那基本上如果你抓了之後 你就會看到有這種東西在 OK 這個東西就是那個封包的表頭 HTTP呢 它表頭 開頭一定是 會有一堆這樣的東西 告訴你說我現在 在瀏覽器想要你哪一個檔案 想要哪一個檔案在哪裡 這個字 get後面 這個東西 採用什麼協定 HTTP1.0還是1.1還是多少 版本 然後呢 它可以接受什麼樣的檔案 這裡會寫 其實到最後都是信號點信號 反正全部都接受就對了 那 它所接受的語言是什麼 然後 User Aging就是指瀏覽器的版本是什麼 然後內容的長度是多長 然後host就是網站是網址是什麼 然後cache control 在控制它裡面一些快取的東西 那到底最大的實現是多久 快取才會過期 然後呢 連接 是不是要持續連線 OK 那這個表頭傳完之後會傳一個空行 所謂的空行就是只有換行資源 其他什麼都沒有的那種空行 空行傳完之後呢 才會傳真正的內容 但是以這個例子而言不需要 因為這個是請求 請求的部分後面沒有東西 所以傳完空行就結束 OK 尤其是get的請求 什麼叫get的請求 什麼叫post的請求 後面再講 那server 當他收到剛剛那個請求之後 他就會傳回這個東西 HTTP1.0 看你到底是根據哪一個 HTTP協定的版本 200 在這裡 剛剛我們為什麼要傳200 就是這個200 200告訴對方什麼 檔案找到了 而且我正確傳回給你 200的意思 所以200後面通常加OK 是這個原因 200 OK 404 not found OK 好 那 內容 假設現在取得的是一個HTML檔案 那content type 就要用testHTML 這就是剛剛的myme 剛剛的myme 我們為什麼要把.jpg 轉成imagejpeg 為什麼要把.html 轉成testHTML 就是在填這個欄位 那整個檔案的長度多長 這會放在這裡 其實這裡應該還再加一個空行 我這個空行沒有寫 再加一個空行之後 才開始傳HTML的檔案內容 這裡寫LT怪怪的 這裡不應該寫LT 這應該是 直接就是掛號掛號那個 那這樣子就結束了 那 這樣就一來一回 一來一回 就完成了一個HTTP協定的請求 和回傳的過程 但是 網址不是只有那麼簡單 有時候網址會有這麼複雜的東西 這是什麼呢 這前面這個是路徑 問號後面通常是參數 如果你用早期的網站 就會發現很多網站後面 有所謂的問號後面的東西 那這個是說 帳號是CCC密碼是1234567 如果你用這個的話 它會發生這件事 這種get的版本 它會在網址的後面 會出現這個東西 那 在網址後面出現這個東西的話 完蛋了 只要有一個人站在旁邊 就看到你的密碼 所以 你的密碼全部會洩漏光 好嗎 所以 不能用get傳密碼 要用post 用post傳的時候 它不會顯示在這裡 你就會只會看到這樣 OK 那至少安全一點 但是也沒有多安全 對不對 沒有多安全 本來我們是這樣的 本來我們是這樣的 本來我們是用http的 這樣子是不安全的 因為它的封包沒有加密 OK 那沒有加密沒關係 如果你只要裡面沒有帳號密碼 的話就算 但是如果有帳號密碼 人家結一下你的封包 你還是一樣漏光光 不管你用get還是post 通通都漏光光 所以呢 你這邊要加s 加s之後呢 它會先在瀏覽器裡面先加密 加密之後再傳出去 對方收到之後再解密 那中間的 即使你封包被截了 那 它截到的也只是一堆加密過的密碼 它根本看不到 真正的內容 除非它可以破解SSL 因為https就是http在SSL這個協定上面的運作 好 那 所以 像我的網站我就有 就有https的版本 而且 這個版本誰會用 只有我自己會用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必須要登錄 那 登錄完之後 的 才可以修改 我不能允許任何一個人隨便去修改我的網站 那我就會遭受駭客攻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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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https 是在自己的版本 但是各位看到的 我通常是給各位這一個版本 你看到的是http版 它是沒有編輯的功能 它是沒有編輯功能 但是呢 我自己用的是用https 它是有編輯功能 好 這樣了解吧 所以就會有 預覽編輯 儲存上傳 這些東西 沒登錄不把上傳 對 沒有登錄 OK 那 這個大概 就是 我們 剛剛所說的 這裡 我們現在講 第二十獎裡面的 HTTP 協定的運作原理 好 那 大概 大概 講完了 但是剛剛有一個東西 如果 這個get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get的訊息呢 get的訊息 所有的東西 資訊它都會補在問號後面 所以它會放在網址上面 會放在網址上面看 但是 如果你是用post 它的資訊呢 不會放在問號後面 它是放在整個表頭的最後 這樣子的話 它不會顯示在網址上給你看 所以你沒有辦法再站在它旁邊 就看到它的密碼 但是 如果有人 用wireshark 之類的這種風包攔截器 去攔截你的風包 其實你只要在這邊灌的wireshark 整個區網的風包你通通都會看到 所以任何人輸入了密碼 只要沒有用https加密 你會全部看光光 這為什麼要加https的原因 要加SSL的原因 那不管你是用post還是用get 一個是站在旁邊可以看到 一個是用風包攔截器可以看到 都不安全 加上SSL才會安全一點 但是百分之百安全嗎? 不 為什麼 你打進帳號的時候 你打進這個帳號密碼的時候 就是我這樣登入 我打進這個帳號密碼的時候 如果我裡面有支木碼程式 它就馬上取走你的鍵盤的按鍵 它一樣得到你的帳號密碼 所以這個即使有https 這樣也沒有很安全 你得確定你的電腦沒有木碼 那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你有沒有曾經做網路付款 而且是插信用卡的那種 或插提款卡的那種 信用卡反正輸入帳號就可以了 但是提款卡 你有沒有用過 要用一個讀卡機 對 然後你要把你的 銀行的卡插進去 然後可以自動付款 就是可以選擇付款 但付款的時候 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其實有安裝另外一個程式 然後呢 安裝完之後你才可以付款 那個有負責安全性的問題 而且不只這樣 它不讓你用鍵盤輸入 它密碼的部分 請你按螢幕鍵盤按鈕 你要用滑鼠去點那個螢幕鍵盤按鈕 對吧 然後呢 那個螢幕鍵盤按鈕呢 它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是跳來跳去的亂牌 為什麼 因為它不想 讓人家截了風包之後 就知道 或者是木碼就可以知道 你到底按了什麼鍵 那 那 你會說這樣難道就不會洩漏嗎 不一定 為什麼 假如你的網路頻關夠大 那我可以做一件事 我的木碼 把你的整個螢幕畫面 隨時都傳回來 一樣我知道你的密碼 對吧 你在那邊點一下 哪邊點一下 我通通都知道 我一樣知道你的密碼 當駭客 就是搞這些技能 那 我不當駭客 所以這些技能我不熟 不要問我 好 好 ok 所以呢 http 做的就是 就是 web瀏覽器 傳給伺服器 伺服器再傳回來的過程 這個協定叫http 這樣清楚了吧 ok 今天大概就講到這裡 那我們已經把靜態伺服器整個講完 包含http協定 今天講了很多 回去各位可能要消化吸收一下 期末需要用到這個的同學 你可以用 那可是我們還沒講 怎麼樣子傳 表格資訊 就表單資訊回去 這個可能下禮拜有機會再補充 好 謝謝 謝謝